Hello 大家好 我是劉品妍妍妍妍 没错 我也是摸大毕业的学生 那在这个时候呢 很想跟所有想要到欧洲读书的朋友们 或者是已经在那里读书的朋友们 或者是正在摸大读书的朋友们 真心的分享一些小事情 其实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呢 感觉到最大最大的一件事情是 想要去争取的时候就要用力去争取 不要担心你自己的语言 不要担心你是什么样的国籍 不要担心说我是不是这样太出风头 其实一点一点用都没有 你要为你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很积极的放大你每一个毛细孔去呼吸 因为只要在欧洲的时光 相信我到后来都会变成你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 它会变成你很大的养分 那也很想要跟大家说 其实比较严苛的说法是 其实留学生在外地生活都是辛苦的 那一定要撑下去 不管你遇到多大的事情 它到后来就会变成是一粒沙 你回头过去看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天哪 你一定会感谢当时的自己 你撑过这些困难 然后你避过了这些彷徨的时间之后 它就是你的了 希望你们跟我一样 现在的我 非常想念那个时候 那些时光 也很感激摸达教了我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 也很感激欧洲给我这么大的养分 你们一定要继续加油哦 Muah 那些时间就会变成一起